我们今天来用这个几何法来确定一下这个组合透镜的这个这个主点和焦点的位置 那我们主要研究的是用斜光线做足法来做出这样一个 有两个球面组成的这个透镜的这个这个主点和焦点 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两个透镜的这个分别的半径是多少 所以他们这两个球形是知道的 比方这两个的这个这个顶点也是知道的 位置是知道的 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两个透镜分别的焦距 所以可以把这个F1F1撇F2F2一撇都标出来 把这个距离这个数值也是知道的 然后呢我们就先先做一个这个平行光轴的录制光线 把这个光线呢因为对于这个F1就对于这个第一个透镜来说 因为它是平行光 所以它一定会经过它的焦点F1撇 所以呢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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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镜内部的这枚小色光录的延长线啊 结果F1撇 所以这一段矫端的这个方向就确定了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走的话 它下一段方向是不确定的 这个不知道我们往哪里是在什么方向上 所以这个我们暂时无法确定 然后我们有怎么确定呢 我们就可以用另一个行法就是 就是作为一个平行于这条光线的光线 就是这个光线呢是 这条光线要平行于这条光线 就在这个透镜内的光线 平行于这个透镜内的光线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平行可以平移 那么我们取一个特殊的点就是 经过C2的这个点 因为因为这个光线如果说它是经过C2的话 那这个现在是垂直于这个面的 垂直于这个面就不会发展折射 就是继续的 继续向前去传播 所以就会直接往下传播 一直往前传 那因为这个和这个是平行的 我们不看透镜1 只能看透镜2 只看透镜2的话这两个平行光线 平行光线的话它最后会 会这个 汇聚于这个 焦平面上 也就是FIP 对应的这个平面上 所以这个光线一定也会经过这个平面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光线和这个平面 已经做出了一个焦点 那么这个光线呢 一定会经过这个焦点 就这样的画下来 经过这个焦点 那么这个光线和 主光所说的这个焦点呢 就是整个系统的这个 这个第二主焦点 第二主焦点 对 FIP 就是这个下方焦点 因为这个是平行光 平行光一定会经过下方焦点 然后呢 我们就已经是RFIP 然后呢 我们要求这个主焦点 那很简单 把这个延长 这个也延长 一定交由于这个主焦点 因为比如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平行于 跟这个等高的这个 平行于主光中的光线 作为一个出色光线 然后它入色光线呢 就是这么下来的入色光线 那这个路线的光线和这个 加于一个点 变成这个物防的主焦点 那那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物防的焦点和这个 就这个延长过来的 这个延长线和刚才做出来的这个延长线 一定会加于一个点 这个点呢 和刚才的等高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证明 这个这个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 这个点所在的这个面 就是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下方的这个主屏面 那么它与这个光中焦点 就是它的这个主点 下方的主点 然后我们来确定一下这个物防的这个 主点和焦点 也是类似的这个理论吧 刚才是做一个这个平行 于这个平行于这个 平行于主光主的入色光线 现在我们做一个平行于主光主的出色光线 这个适合适合已经确定 然后我们我们再看看 刚才也是非常类似的 我们只看这个拖击二 那这个这个因为平行嘛 所以在拖击二的这个 入色光线 在这个内部的这一条部分 它一定会经过这个拖击二的这个 焦点 就是这样的焦点 然后 然后因为它就再往下的这个折射的东西 我们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用其他的方法就确定 也同样的道理 我们还是进入这个斜光线做做法 所以一个平行于这个的光线 并且这个光线呢 它的延长是会经过这个C1 因为它是经过圆形的 所以这个和这个 这个第一个球面是垂直的 就不会发生折射 就直接延长 因为还是因为这两个是平行的 我们只看第一个面 这两个是平行的 所以它这个 这个这个 入色的这个点一定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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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一定是在这个 这个物方 这应该是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焦皮面上的 那么肯定是在这个 F1做对应的这个面上的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 因为这个和F1已经有 唯一的焦点了 那么这个 光线呢 也一定会经过这个焦点 所以把这个点 和这个光线的这个点 连起来 就可以得到这个 物方的这样一个光线了 然后呢 这两个光线呢 就这个光线呢 和这个 这个主光轴的一个焦点 就可以做出来 这个F 那这个F知道了之后呢 嗯 我们就就就就做出来 这个F 然后然后呢 我可以跟刚刚 类似的方法 把这个 延长和这个平行光线 再延长 降于一个点 这个点就是H 这样子的话 我们把这个物方的 主点也确定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刚才呢 就是 通过这个 几何的方法 来确定了一个 光线系统的 主点和焦点 好